日本总喜欢搞一些小动作 结果却往往闹出笑话 据参考消息往7月4日报道 在公开发出访问伊朗计划不过数日后 安倍金三忽然宣称放弃访问 称日本需要顾及特朗普的态度 日媒评论称 就此日本独立外交的梦想尚未起航就已夭折 据报道 为促成访疫计划 日本与伊朗做过很多方案 安倍还有意于鲁哈尼就双方关注的热点问题 直接交换看法 但齐料访问计划没有得到美国同意 独立外交建设瞬间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之所以如此 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围堵伊朗的决心 通过规范日本言行 彰显自身要求和言诸必行的形象 同时也向伊朗发出警告 因为在数日前 美高官就曾公开表示 将谋求推动伊朗政权更跌 此次事件 美国表明了不仅会经济制裁 而且会使用其他手段的态度 美国对伊朗从来都是虎视眈眈 初日前美军常驻波斯湾第五舰队 突然宣布进入一级战备 时刻准备武力封锁波斯湾 而与此同时 美国好望脚号 货船满载化物原料和相关武器零部件 前往波斯湾 美军如此大动干戈 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贯彻经济封锁 可笑日本在美国围堵伊朗的行动中 成了一道尴尬的背景 来衬托美国的决心和意志 可怜日本连最基本的外交主导权都受制于别国 想追求独立外交 显然是吃人说梦 西瓜视频给你新鲜好看